《詩父》 上邊說到最終一項 還沒說 師父曰 金魚大飯事說此頓教 普怨法借眾生 言下見信成佛 時為使君與官僚道俗 文師所說 吾不醒悟 一時作禮 皆探善哉 何其寧難有佛出世 六祖大師就說 金魚大師 台灣師 講這個頓教 開始這個頓教 普怨法解眾生 法借是指 十法借 但是說九法界 法界有十法界 但這裡是指九法界 九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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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法界就是 六凡 六凡就是 六度 五十法界 六四道 � ordin 中文言訣菩薩佛 六凡就是天人阿修羅第二位出生 六度重生 國家行文言閣和菩薩 總共是僱法解 如果說法解重生就是僱法解 如果說法解就是法解 破完九法解的眾生 都能夠言下見性 言下就是聽到遁教法門 馬上都能夠見性成佛道 見自己的真如本性成佛道 這個見的意思就是正的意思 因為親眼所見 所以是正的意思 正的意思 因為是親眼所見到的 所以是親身的經歷 自己的境界 所以叫見 那見性就是自己已經入了本性的境界 所以成為見性 入了本性的境界以後呢 那麼一切都是隨本性而行 那隨本性而行 就不會違於本性而行 一切都不會到本性為患為悲 實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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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官僚道殊 聽到的做大師所說的 無不醒悟 都 摸到 一實做理 一實就是同時 都當時 這個時候 就頂戀 接探善齋 都探 就贊探 先 就是說 真好真好 這樣 探善 齋是余住持 無意思 那時候 這麼好這麼好 這麼一個余為住持 核齊 齊 齊就是齊旺 齊旺 講成白話文 就是說 哪想不夠 實在是想不夠 想不夠 說 靈南 靈南 有 佛來出生 實在是想不夠 死人 真 意外的意思 非常意外的驚喜 佛出世 呃 是為了什麼呢 這個法華經裡面講說 佛以一大四因緣出現於世 或是初心於世 佛以一大四因緣 初心於世 佛初心於世啊 一定有一個因緣 那這個因緣 是什麼因緣呢 就是一大四 那下面是一大四 一大四 就是開示誤入佛之之見 開示誤入 開示 就好像佛的法 好像一個寶塔 或是寶山 跟寶山一樣 裡面都有很多這樣的寶 尚焦露金運 都總有了 那是寶山 那寶山 沒人支持 我們走不夠 所以就要有人支持說那個保鮮在哪裡 保鮮如果把你支持 真的帶你到那個保鮮門口 那門是整條的 問整條的 你也看不到 因為布都在裡面 所以就必須要有人把那個門打開 這樣就叫做開 開之後 但是裡面也是很沉樓 那房子很大間很沉樓 保鮮在哪裡 你也找不到 所以開門之後 還要你支持說 這裡有什麼保 這裡有什麼保 是開試 試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開試 開試之後 你一個看就說 喔 原來就是在這裡 這樣就叫五 所以開試 五 五之後 你就能拿到那裡來 拿到那裡來做什麼 就是受用 受用 就能用 那就是入 這樣子 入的話就是受用 入的意思就是受用 在那個境界裡面 在那個境界 要有所有的好處 你都能夠受用 那個叫入 所以叫入佛的境界就對了 所以開試 誤入 佛之間是什麼呢 佛之間就是佛的境界 佛祖的境界 佛祖所知道的境界 所以 經到的境界 所以正到的境界 佛所知 所正 所清見 的境界 叫做佛之之間 這樣 簡單 另外一個話說 對我們 第二話來說 就是佛的所有的能力 能力或是能耐 就叫做佛的之間 這樣 那包括所有 佛祖所正的所有的功德 就是佛之間 這個之間 不是我們普通一般的 簡單的 字面標明上的意思而已 包括佛的 十號 十禮 十五愛智 十八不共法 十無所謂 這都合作佛的之間 還有 進一步來講 佛之間 知 就是 知 地就是地 地位的地 佛地 知 因為 有地位才會知道 對吧 無地位就無地 無地就無明 佛祖是明 所以 是佛地 佛地 佛地 最簡單 就是說 現在 過去 未來三世 現在 過去未來三世 都知道 佛在阿比達摩 裡面 阿比達摩 解釋 我們一般來說 眾生無明 對嗎 什麼叫無明 無明 佛祖 就是無地 無明 就是無地 你現在 聽我現在說 你就會很感慨 怎麼說 因為眾生正經無明 包括我們 都是無明 因為無明就是無地 無地 是什麼無地呢 因為 過去是無知 過去是無知 現在是無知 未來是無知 你認識嗎 認識嗎 認識 過去是你知道嗎 都不知道 你發作給誰 不知道 我告訴你 現在誰你知道嗎 也不知道 夢妙妙妙 未來誰你知道嗎 後出事 你要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能說只有 後出事而已 後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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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不知道啊 所以 過去是 九遠節 以來的過去是 都一無所知 這叫無知 那現在是 所行 三頁所行 心 心所法 一無所知 這叫無知 那未來是 要生為什麼 要到那裡去 來自未來 近未來季 會變成什麼 都不知道 這叫無知 就三世無知 就是無明 還有什麼呢 於佛無知 於法無知 於法無知 於生無知 於陰無知 於緣無知 於緣無知 於業無知 於果報無知 所以 都總是無的啊 你佛造 佛造 對佛造 無的 對法 無的 對經 無的 經 經 主要是說 性經 菩薩 菩薩經 到性文經 一無所知 都不知道 他們的境界是什麼 都不知道 連經都不知道 佛 當然也不知道 佛造的境界到哪裡 一點點就不知道 佛的 佛也是一點點就不知道 佛造公 三藏十二不經典 知道 多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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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佛 佛造公 三藏十二不經典 佛藏十二不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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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啊 这所有的都知道 所以不知道一点点而已 也不用拔杯就知道 开示误入 佛祖开示 佛祖开示后 我们众生五立 这个开示是 主持是佛祖 误入的主持是重心 佛菩萨开示 佛开示 然后众生误入 佛菩萨开示法门 另众生误入 佛之之见 入佛的境地 那这个就是 佛初心于世的目的 另外一句话说的 佛初心于世的目的啊 就是要开示误入 佛之之见 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说 佛初心于世 就是要令众生 接证佛道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品 疑问品第三 一日 为赐使为师设大会灾 灾气 赐使请师生作 同官僚士宿 宿荣在拜 问曰 弟子文和尚说法 实不可思议 今有少于愿大慈悲 特为解说 施约 有疑即问 无当未说 为公 约 和尚所说 可不是 达摩大师 宗子乎 施约 是 公约 弟子文 达摩出化 良武帝 帝问约 正一生 赵氏 渡生 不思设斋 有何功德 达摩言 实无功德 弟子未达此理 愿和尚未说 诗约 实无功德 勿宜先生之言 五帝心邪 不知正法 赵氏 渡生 不思设斋 名为求福 不可将福 辩为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先看到这里 有一日 为赤氏 就为 六祖大师 设计台会的灾 就是 共一切 参加 这个法会的人 听经的人 灾气 气就是完毕 完毕 那用灾完毕了以后 赤氏请施 省座 一般 如果照佛做 规定的礼 的概率 就是说 出家人 受人 供灾了 就要 讲一些法 这样 最少最少 要 那个 做愿 救援 那救援的意思 等于是回向 再好一点 就是 开示 再好一点 就讲一部经 那意思就是说 等于是回报 那回报怎么样呢 因为 在家居士 以财使我 我以法使他 这样子 所以这个佛法 在家出家 两种就这样 在家中 对 出家中 是用 宅室 宅宝室 这样就能得到福报 那出家中呢 出家中是没材了 没材所以就 有一个公的法材了 所以用法来保释 这样就变成平等 这是佛作所规定的 这应该是要这样 如果教政法是这样 但是没法时代 常常都度病 在家人发布 出家人宅宝室 因为这种 出家人 有钱 有很多 有很多 所以就度病 出家人 跟在家人 征修福 征修世间有肉福德 四十请师生座 同官僚 是庶荣再拜 这家官僚的室室 室就是土主人 如室 土主人 我说室 室就是一般的老 老百姓 农工商就是室 我说室民 室民就是百姓 百姓 室的意思 本来是种的意思 室是种的意思 所以室民就是种民 种民 那种民就是贩子 一切的百姓 室荣 室就是整宿 荣就是宜荣 就是杀 穿好学 丢好学 整理威仪 再拜 如果要拜佛祖 拜佛祖 还是拜师傅的时候 都要杀 求好学 不可以 乱七八糟 也不可以乱穿衣 要穿威仪 下来拜 因为 因为礼拜是一种的受刑 所以要所谓 聚威仪礼拜 聚威仪礼拜 所以 是威仪礼拜 所以就要真有威仪 受人礼拜的人 也是要聚威仪 也是要 人要跟你丁礼的时候 你也要衣服都丢好学 都聚好学 很重严 不可以这样 我一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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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逢丁礼 穿一台衣服就逢丁礼 这样不可以了 因为逢丁礼 也是这种的受刑 逢丁礼的时候 也不可以很高兴 因为 就要 我们说 头位就是说 要回家 收的气 如果 人跟我们丁礼的时候 尤其是出家人 就要关上 关上 他不是对我丁礼 他是 定義说 雷十方佛的意思 我是一个代表 这样 这样 如果 有五家酒的人 就能在心中念酒 念 普理真言 这样 如果没有的人 就用关上就好了 肃龙再拜 骨丁礼 我问说 第二次 听佛兄 佛兄就是师父 佛兄的意思 本来是清教师 的意思 听师父你讲法 实在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思是思考 意是意论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师父你所说的法 是超过的 超过的言语跟思维的范围 以外 意思的 用尽管的意思 超过一般凡夫的境界 叫做不可思议 超过凡夫的境界 称为不可思议 因为凡夫的境界是什么 凡夫的境界就是 生与意 那生业 就不说了 那与业就是 讲话 讲话就是意论 意业就是思维 与业的作用 就是意论 意业的作用就是思维 那凡夫 讲话教 或信话教的境界 以外 讲话教或信话教的境界 就以后就不可思议 所以 是超过凡夫的境界 称为不可思议 今有少于愿大慈悲 特为解说 现在我有少于 少就是修于一点点的疑问 希望师父你大慈悲 特別给我解释一下 思约 友谊即问 你如果有疑问 就问 我 就听你说 听你解释 伟公约 这些和尚所说 可不是达摩大师 宗子夫 可不是达摩大师宗子夫 宗的意思是主的意思 以他为主 或者宗 宗主 所以 最主要的 的问题 或者宗 啊 子呢 子是要的意思 子是要的意思 所以称为要子 以主要的意思来面 最重要的 或者宗子 就是主要的道理 主就是主要的道理 主要道理 主要道理来面的 最重心的 我做祭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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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座大师就说 是 是这样没问题 公约 弟子文达摩出发 两五例 诗 达摩祖师啊 他在九十几年 那时候 按印度出发 按来中国 梁武帝普通五年 他的年号 叫普通 梁武帝普通五年 到达广州 他接着到 按印度来 不是按那些 漢路啊 不是用从那个陆路来 是从水路来的 到广州 因为这个梁武帝 他那时候是 广州是他的那个都城 后梁的都城 帝文曰 这个梁武帝就问 但摩祖师说 诗 诗 诗是我的意思 这个诗 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并不是说 皇帝全清 皇帝 如果说我怎么怎么 是说 那时候是寡人 寡人 寡人的意思是什么 寡人就是寡德之人 称为寡人 是一种天称 所以 最古早的时候 国王子清 都叫寡人 寡人 寡人的意思是说 我是没有什么 得行的人 所作寡人 所以 寡人不是说 我真偉大的意思 今天是杜拜 那时候 那时候 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称为政 这个政 就是我的意思 那时候不是说 皇帝 说我说政 任何人都能说 政 那是 也一种牵称 我的牵称 因为我们中国人 都说 我怎样 我怎样 所以就说政 修代人说 寡 寡 寡的意思就是 我的意思 不好称 说我怎么样 我怎么样 就是寡 寡就是寡假 寡人 那意思 那 但是到后代以后 那个政 就变成 演化 变成 皇帝专用 我一生 肇事 肇事 杜生 他起来就是寡廟了 还有 杜生 就是说 因为 在古代的时候 如果准备出嫁 因为我们中国 就要政府通缉 政府有发肚蝶 古代的肚蝶是政府法的 所以每一个人出嫁都有肚蝶 政府要审查合格 再当出嫁 出嫁了 受训了 再发给肚蝶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 那不是像 几年前 那个还没有开放的时候 中国佛教会 只能发 只有中国佛教会发肚蝶 那个样子 也不是这样子 那以前是国家发的 国家认可的 那现在 这个因为 所谓的宗教自由嘛 所以 这国家就不管宗教 就 那 所以你去自己 自生自灭 那 他都 不管你怎么搞 但是就说 只要 不要思想有问题 就可以了 好 那 所以杜生 就是说 他 好像 上 招考 大学 大学 大学联考 做一个 招考 这个 人来 出家 大家 有人来 補名 補名 他 像 主事委员 那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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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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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因為他習法的命令,所以讓他肚生 不是他親身做,做佛雄給他替,都不是那樣的意思 布施設施,我還補施 還設很多災,來供養出家人 你看我做這些事情,有何公帝啊,有什麼公帝嗎 有何公帝的意思,有多多公帝的意思 拜託你做事,你順盤拿來給我搭搭的 順盤,有幾乳,還是幾乳,總共幾乳 達摩祖師就說,達摩祖師其實很不適風趣 實無功德,但是你要注意,你那個實無功德 可以用那個小圈圈在旁邊畫一個小圈圈 實無功德小圈圈,但是那個實,那個實 把它畫三個圈圈,你要注意那個實 實的意思是,以實在來說是沒有了 實的意思是,以第一議題,從管理的道理來說是沒有了 但是,意思,另外意思,那就是說 尚中的祖師說話都是這樣,簡單啦 如果沒有那個地方就聽不懂了 就變成鴨子聽哩了 但是,尚中的世間法裡面是有功德的 尚中的實在的法裡面沒有功德啦 你聽不懂?所以,實無功德 不是,實無功德不是這樣 當然,梁武帝可能聽到就是,實無功德 有比較大聲 那,那個大摩族祖師說話應該是說實無功德 那,如果說是如今的人,投給我看一看 實無功德 弟子未達此理 第一次就是這個尾刺師 他說,我沒有了解這個道理 沒有通達這個道理 是怎麼,梁武帝他做這麼多功德 做這麼多功德的事情 但某祖師這麼無情,都沒有功德 那是怎麼對 希望你給我解釋一下 這個六祖大師,也是不失趣啊 不解風情啊 他也是說實無功德 勿以先生之言 不通懷疑啊 古代的姓林所講的話啊 五弟心邪 兩五弟他自己心邪啦 這懷疑的意思是什麼 我上面有說 他說,不正就是懷,對不對 不正即邪啊 有一點點不正就是邪啊 以先生中來說就是這樣 一點點就不可以刺 如果刺一點點,阿芹刺啦 差不多就好,不行 一點點就是不行 沒有打折啦 不知正法 不知正法 因為他的心邪啊 所以邪跟正正好相對嘛 對吧 所以心邪就不能解正法 對吧 邪與正不相應 對吧 如果心正就能夠知正法嘛 是不是 因為心邪啊 所以不可以改這個正法 好 會比較 改正的道理啦 我們這個邪上頭 是打一個鈍號 應該該做兩點 冒號 造勢度生 度思色哉 名為求福 起世啊 還是度精啊 佛世啊 謝哉啊 做財經代費啊 啊 頂頂吃的啊 農總給做救福 啊 啊 我們這個佛法裡面喔 有兩位文啊 這兩位文喔 會等佛上幫忙 但是 不能畫個等號 這樣啦 福跟會啦 喔 福跟會啦 可以 左右各大一個箭頭啦 喔 這樣可以 說這條路可以通一條路 那條路可以通這條路 這樣 佛兄應該幫忙 但是 這個等號要去掉 不相等啦 福就是福 灰就是灰 福不是灰 那灰也不是灰 這樣 所以 有地灰不一定有灰啊 不一定有世間灰 啊 那有世間灰不一定有地灰啊 這樣 喔 當然這個灰是 只發熱啦 只出世間灰灰 不是說世間的灰灰 不是說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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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作啦 當作功德 不可以把這個福啊 就動作是功德 喔 下面 這個六祖大師就該設一個定義啊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復 什麼是功德呢 功德是在哪裡啊 功德是在發心裡面啊 功德在發心啊 意思是說功德 你要找功德在哪裡找啊 在發心裡面找 發心裡面才有功德 啊如果離開發心就沒有功德了 啊所以 什麼是發心啊 我們上面有功德了 喔 功德喔 發心 就是五分發心嘛 對吧 五分法身 啊 五分發心啊 啊 還有 另外一種的功德 叫出世五孕 五六五孕啊 啊 照鏡五孕改空啊 這個五孕啊 大家都知道啊 色受想形式對不對 齁 那個叫做有露五孕 五孕有兩種啊 齁 我說這個是齁 最最喜歡的啊 齁一定是聽不懂的啦 另外一款是無露五孕啊 這比研究所我喜歡的啊 齁 無露五孕 有露五孕就是洗乾的 色受想形式的五孕 齁 啊無露五孕是什麼呢 就是 戒定慧解脫解脫之間 齁 戒孕 定慧 會孕 解脫孕 解脫孕 解脫之間孕 齁 齁 啊 所以啊 色肝的 凡夫啊 就是聖酒 色受想形式 這個 有露的五孕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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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 齁 齁 他也成就五蚊 他的五蚊 无漏五蚊 就是这五蚊 戒定会解脱解脱之间运 这五蚊 因为 凡夫的五蚊 就是心 所以五蚊身心 出世间的姓林 他所成就的五蚊 也是他的心 五蚊也是他的心 所以因为他 也是他的心 他的心是 以这个五蚊的法 所成就的所谓 发心 发心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运也有什么意思 运就是 急的意思 那我说 以现代的未来 叫做集合 因为这个戒 戒不是一条而已 戒精锁 所以说戒文 精锁戒 他都成就 或者戒文 如果他说 可以说戒文的时候 就是已经成就了 变成他的心 这样的一样 比如说 你如果 收持 五蚊 你就有五蚊 戒退 对吗 那个戒退 你的心来 你的心来 心来 不是心来 是心来 变成你 辛苦的一部分 给戒文 那个五蚊 就是你的戒文 你如果收持菩萨戒的人 你菩萨戒成就 菩萨戒的戒体就在你的心中 对吧 菩萨戒的戒体就 让你的戒文 就成就你将来 在生活的时候 发生的一部分 这样 以这个戒文 来成就佛道 如果你 收持菩萨戒 哪一字 BQ戒 BQ戒 你收持BQ戒 BQ戒 成就在你的心中 BQ戒 就变成你的戒文 以这个戒文 过来去收持丁 三丁 三丁成就的时尊 就有丁文在里面 成就 就多一文 多一文 就是 多一口 多一辣 这样 一文一文成就 改定 改定都无料 像我们在拜台美餐 里面 如果台美餐 我认识 宿得 改定都 对不 因我 素得 界定到 改定 这个都就是 成就 改文 跟定文 这样 改文 跟定文 成就了 就会 开帝会 还 下去收 就开帝会 开帝会 帝会 很多 就 一个 凝数 这 如果说 文 就是凝数 凝数 不是只有一条而已 不是说一点点 你说我收纸一次 这样是不是可以 改文 不可以 一定要五改 记轴 再给 改文 如果 材责人 最后 五改 记轴 还是收纸 北冠材 记轴 还是收纸 菩萨 记轴 这样 给 文 集合 聚集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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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Q 跟BQ 年 收纸 出几次 也是要 记轴 所以都记轴 对吧 记轴 如果有 收纸 记轴 清静 的时候 就温 这样 开地匪的时候 不是开一点点的地匪 是开很多地匪 很多地匪 就比较 会运 就会文 就成就 就成就 盖定匪 这三文 成就 就是 无漏学 三无漏学 三无漏学 就成就 这三文 如果我们成就 双来就 可以成就 解脱 解脱 是有很多法文 你终于 可以了解 了解 解脱文 双来就是 解脱 地区文 终于 可以成就 无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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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成就 发心 那时候 这个 会后 会炒的 这个 这个 肉身 这个力身 就没接到 也 就 实际上就 变作 最后身 最后身 那一时 如果说 在大圣里面 就变作 你这个最后身 就变作 肉身菩萨 他就没再派 如果肉身菩萨 那个就是 他来来去去 他的肉体都没派 因为 他的 无漏无运 已经把 那个有漏无运 熏染变成 不会坏掉了 好像 好像 下去 浸油 那样 但是 用的 佛祖的 解脱 解脱 地区 这种 比浸油 更厉害 所以 都 处理 所以 不错 不可将服务 变为以公德 所以 公德 是在法身中 公德 是法身 公德 在法身中 意思 说 因为 法身里面 有种种 无量的功德 对不 除了 戒定会 解脱 解脱之鉴 以外 还有 其他的 功德 因为 功德 不只是 不只是 这五种 所以 法身 以法 成身 主要是 那五样 但是 法身里面的 功德 有无量 你听不懂 法身的公德 是无量的 所以 你如果 找公德 要去找 法身里面 才有公德 变解来说 你修公德 会成就 法身 不再修复 所以 公德 不是 修乎 就是公德 施诱约 六座 大师说 见性是公 平等是德 念念无智 常见本性 真实妙用 名为公德 这 大师又说 见性 自己 如果见性 自己知见知性 这个就是 公 公就是 江夫的意思 这江夫 你如果 要受刑 要用江夫 不是说 不是说 拿欧坎的出去 就有江夫 对不 当然 拿欧坎的出去 对某一些人来说 也是要有江夫 才拿出去 没有拿出去 疼疼疚 对不 见性是公 公的话 这里就是体 公是体 平等是德 那平等是什么 平等性质 就是见一切众生 都总是平定的 没有去分他的高下 所以 以平等性质 带一切众生 叫做平等 以平定性质 去对待一切众生 对待一切众生 所以公啊 是你暗中在自己心里面用公嘛 对不 用公一定是在自心立意用公 不是要顛风看的 对不 有的人用公一定都要有人看到 再有生效 所以他拜扶的人 拜扶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看有人的时候 金牌 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就休息一下 所以就要钓山 钓山 很多人在看 对 跟他做秀 同样 钓了钓了 这样 钓完的时候 我卡丫头 不然就是海青 很雷射 哇 这就是真用功啊 对不 对 你如果说 你钓山 不然你就点那 点那 佛祖民情 佛堂 一天拜一千拜就好嘛 也就是同样 说 那头没有趣味 对不 空气又不好 还有没有经济 对不 还有没有人看的 对不 还有没有劳烈 对不 就没有劳烈 对不 但是你要知道 佛祖的法 隆重是做什么 就是激进法 激进的 激进法 不是劳烈法 不是热闹法 但是 我们现在 罗法时代 隆重是做什么 我做相似法 相似法 凶师 看跟他一样 感官 这有幸福法 有幸福法 但是 是跟他 先相似 但是不是正经的法 所以佛祖 相似的意思就是相 相相 相相 所以叫做相法 相法的意思就是 相似法 所以相似法就不是正法 现在都也是这种 很多 сорial 健性是功 平等是得 所以 擁公 自己要在自己点的掌心上擁公 不是要用功看的 所以用功一定是人不看的 對於什麼 對於你跟我說 好,我沒用功 就有這樣說 如果對於董事會說 我這幾天很用功 那如果說到一定來說 對於方就說 是台語真讚壇 他就好,開心 這樣 如果用功 不可以說自己用功 我告訴你 如果自己用功 如果剛才去找到 還是看到的時候 人家讚嘆你用功 師姐,你這要用功 他說沒有啦 還差很多 要這樣說 他說 對啊,要用功 不然怎麼可以 唉 所以你說 是必要用功 是必要用 合格的債 不必要用功 唉 好啦 要管啦 哈哈 自己把妹сть 辨り 別人 風 人